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3月1日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今天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第六天 情况又发生了改变 在战争愈演愈烈之际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上午 向欧洲议会发表了一段激动人心的视频演讲 他告诉欧盟领导人 乌克兰渴望实现自由和和平 他说 我们正在为平等而战 请证明你们和我们在一起 不会放弃我们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泽连斯基没有刮胡子 身穿绿色军用T恤 坐在一面空白的墙壁前 旁边是一面乌克兰的国旗 他的即兴发言超过7分钟 他指出他没有讲事先准备好的稿子 他说我没有读稿子 因为在我的国家 暗部就班的生活已经结束 我们正在与杀人打交道 这就是我们的现实生活 泽连斯基重申了最近要求欧盟给予乌克兰成员资格的呼吁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泽伦斯基发表讲话后说 应该认真考虑乌克兰作为欧盟成员国候选人的请求 欧盟27个成员国的官员昨天讨论了乌克兰的欧盟申请 泽连斯基说今天早上两枚巡航导弹袋袭击了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 造成数十人死亡 他说这座靠近俄罗斯的城市 长期以来一直是俄乌两国友好交流的中心 拥有20多所大学 其中心是自由广场 这是乌克兰最大的广场 也是欧洲最大的广场 而在今天早上 两枚巡航导弹击中了这个自由广场 同时造成数十人死亡 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昨天还杀害了16名儿童 尽管普京一度表示 他的军队瞄准的是军事设施 泽连斯基最后向欧盟呼吁 证明你们是欧洲人 让生命战胜死亡 光明战胜黑暗 生命战胜死亡 光明战胜死亡 光明战胜死亡 草莓来的义克兰 改演讲获得了持续超过一分钟的起立鼓掌 作为对俄罗斯的限制方式之一 欧盟今天瞄准了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机器 他暂停了俄罗斯国家支持的RT和Sputnik 两个电视频道的执照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 这些频道及其子公司将不再能够散布谎言 为普京的战争辩护并且分裂欧盟 冯德莱恩说 欧盟已经推出了欧盟史上最大规模的制裁方案 他知道这将使欧洲的经济付出代价 但是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 这是我们愿意付出的代价 因为自由是无价的 今天俄罗斯在基辅的进展仍然停滞不前 一名美国高级国防官员今天表示 由于粮食和燃料短缺 乌克兰的抵抗 以及向首都进军的速度比预期的要慢 俄罗斯在基辅的进攻已经停滞不前 这位官员说 俄罗斯人正在重新集结 并且试图适应新的挑战 这位官员表示 俄罗斯军队似乎不愿意冒险 又迹象表明一些俄罗斯军队已经投降 而且军队士气低落 在社交媒体上有一个视频显示 一架俄罗斯T-72B坦克状态完好 而且在装满油的情况下被弃制 疑似是被俄罗斯士兵抛弃 尽管如此 美国官员表示 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正在考虑撤退 相反 美国认为俄罗斯打算继续向基辅进军 俄罗斯的入侵继续对国际金融市场造成冲击 今天美国股指低开 债券收益率下滑 而油价升至多年高位 再次突破100美元 标普500指数下跌0.3% 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0.5%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0.3% 油价回升至每桶100美元以上 达到2014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国际石油基准布伦特原油上涨超过5% 至每桶103.11美元 欧洲天然气价格则上涨超过16% 国际能源署成员最早可能在今天晚些时候 同意从石油储备中释放供应 以遏制原油价格上涨 入侵和制裁对俄罗斯市场造成了沉重的打击 投资者纷纷抛售俄罗斯股票 而俄罗斯本国的股市仍然关闭 欧洲最大的交易所之一德国交易所 正在关闭俄罗斯的债券 股票和其他结构性产品的交易 德交所表示 暂停交易将影响在德国交易所上市的 所有俄罗斯债券和相关结构性产品 该停牌令将于今天收市后生效 适用于30多种俄罗斯证券 包括俄罗斯主权债券 以及与俄罗斯能源巨头相关的证券 德交所表示暂停交易是为了保护投资者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 也给德国的内政外交带来了转折性的变化 除了决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之外 德国还决定投资1000亿欧元 对联邦国防军进行现代化改造 也就是说德国将成为全球第三大军费大国 德国总理肖尔茨两天前 在联邦医院的演说引起了剧烈反响 他表示由于委婉的政策已经成为过去 德国已经决定为乌克兰提供武器 并且要投入巨额资金 对联邦国防军进行现代化改造 德国总理明确表示 德国国防政策已经掀开了新的篇章 很多国家担心继乌克兰之后 普京也会强迫他们重返俄罗斯的势力范围 夏尔茨则明确表示 德国不会容忍俄罗斯的扩张行为 也会坚决承担北约成员国的义务 长期以来果足不前的德国终于迈出了这一步 过去几十年当中 扩充军备在德国一直是一个负面词汇 谁提出扩充军备的主张 谁就会被扣上战争贩子的帽子 而在刚刚过去的短短几天的时间里 这一切就发生了变化 多年来德国联邦国防军 一直对他们的军备情况满腹抱怨 说是飞不起来的直升机 开不动的坦克 碰不得水的战舰 在和平时期 他们的抱怨基本上引不起共鸣 因为尤其是美国不断的提请德国 要提升国防预算 按照北约各国制定的目标 成员国应该将本国的国民生产总值的 至少2%用于国防 但是德国的国防预算仅为1.5% 而此前相当长的时间内 国防预算占比甚至更低 社民党绿党和左翼党 一直拒绝采纳2%国防预算的建议 现在德国总理肖尔茨宣布 大幅度提升国防预算 占比甚至有可能会超过2% 他表示从现在开始 我们将年复一年向国防领域投入 超过国民生产总值2%的经费 此外向交战地区提供德国军火 在德国政界一直是个禁忌话题 直到一周前 德国政府内部能够达成的最大共识 就是向乌克兰提供5000个头盔 现在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德国已经决定向乌克兰提供1000枚 反坦克武器和500枚防空导弹 德国强调尽管在出口武器问题上 仍然应当持谨慎的立场 但是我们不能让乌克兰人 手无寸铁地去应对侵略者 而作为欧洲最依赖俄罗斯天然气的国家 德国进口总量的半数以上来自俄罗斯 原油则占40%以上 德国希望大幅度减少从俄罗斯的进口 但是这一目标难以在短期内实现 为了减少对俄罗斯天然气的依赖 德国将会建造液化器码头 以便从美国等国家进口燃气 而无论是扩充军备还是能源转型 都离不开大量的资金 而联邦预算中并没有相应的开支 因此德国联邦政府现在计划进一步的借债 而此前为了弥补疫情造成的经济损失 德国政府已经债台高筑 德国财政部长林德内是举债政府的倡导者 林德内曾经一度主张情景持家 不断敦促政府做到财政收支平衡 但是作为县政府的财政部长 林德内认为除了大额举债 德国政府现在已经别无选择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最新消息 我们今天晚些时候还会继续为您带来战况更新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